我本身對格鬥機就很有興趣 那我目前是有跆拳道黑帶三段的資格 跆拳道是以足技為主 我想要增加關於拳頭還有摔技 所以我去學習自由活蹟 拳腳啊 摔的組合是跟他一道很不同 你必須要用更多的翻住力跟身體的力氣還有耐力 去做每一個動作 最可怕的是會被打到臉 被打到很痛 但我覺得是一個成長過程 我很期待會是你能夠參加比賽那一天 我腹肌其實花了很多的心力去餵吃 最簡單最流行那個棒吃 我真的是每天都在做 我一趟做個30秒 然後至少做5趟 然後我還有飲食的控制 那我基本的澱粉啊 蔬菜 水果肉 蛋白質跟奶類我都還是會吃 我覺得是吃對的東西 然後用最適合自己的運動方式 你就會練成不想要的線條 所以基本的棒吃 其實最困難的地方就是維持一個身體的平衡 還有角度的問題 很多人在做棒吃的時候會屁股抬比較高 或者是身體整個東西是往下降 你必須要讓自己成為一條線 才會達到腹肌訓練的核心效果 除了做棒吃之外 我自己還會再多加其他的動作